國昌報告或者國昌報報 改革的路上一起加油 其實充滿了濃濃黃國昌的自戀感 加上偷偷湊柯文哲的痕跡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36頁精裝本每一頁全裁以外 無論是司法法治內政委員會 所有的每一頁的內容 全部都有黃國昌的照片 然後除了黃國昌照片以外 但是卻人家發現無法找到柯文哲的照片 我認真的去找了找 終於找到了兩張 首先第一張是 柯文哲的背影 他連正面都不願意放 第二張我翻來翻去 怎麼可能是有背影 難道音樂正面都沒有嗎 就翻到了最後一頁 柯文哲在這麼多張照片當中 終於出現在右邊小小的一角當中 而且戴著口罩 所以這就顯示出了 現在也算是說黃珊珊等人 還是在瞎挺柯文哲 可是黃國昌其實某種程度 已經跟柯文哲切割了 然後這本書裡面呢 治理行間非常多偷錯柯文哲的痕跡 包含他卻提到說 內政委員會 他的質詢的結果 的重點 為投資客大開後門 一人公司買豪宅當宿舍 這看來會想到誰 買4300萬上半的柯文哲 想到誰 想到去看一億多豪宅的殘沛期 所以與其說是國昌報告 不如說是偷臭柯文哲加國昌的寫真集 現在因為阿伯關在裡面 但是呢他們有一位黃國昌 黃國昌呢他印了一本國昌報告 哇塞 我要請教一下定語 你也是立委 你在第一個會期過後 你有印定語報告嗎 對啊 每個會期都要有嗎 我猜幾 很貴耶 小玉那邊有 你看看人家印得多精美 全彩 你這個要有聚賺臉盤才可以 我們會印這個 不會每年這樣印 你為什麼不印 你不認真 人家那個很厚 我四年 四年左右會印一本到兩本 跟選民的溝通是會有的 那通常一個會期就印這麼大一本 你每個會期印的話 第一個 如果真的立委就知道 你一個會期很難完成一些事情 可是他一個會期 就做了這麼厚一本的 除非 除非 我認真 除非你以為發過文 出過聲 吼過聲音 就是你的 你才把他印那麼多 否則 像我推動那個 刑法外患內患罪的修法 我弄了六個會期 他修完一條法 就是說 如果一個立委 你要修一套法 或者要爭取一個建設 從編入預算 到可行性分析 到真的動工 成為你的政績 大概一年多以上 才能看到一點成績 但是 如果我們敢列成績 那我不敢一個會期就印 借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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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俏 你要珍藏 我欣賞一下俊俏 我跟妳講 他這一本 真的蠻厚的 真的蠻厚的 而且妳看 他的 哇 成績非常非常多 翻給大家看一下 翻給大家看 妳看 每一頁都有他 每一頁都有他 來來來來 好看喔 每一頁都有他 他是他的專輯 當然也有透過他 對 然後 然後呢 都是他的個人秀 然後沒有什麼 柯文哲 柯主席的 翻了很久都找不到 柯文哲的照片 有兩張啦 小小 裡面沒有 沒有 可是 被大家抓出來說 這個社會 不能讓好人疲憊 壞人 精神抖擾 被人家講說 你是不是在偷臭阿伯 因為阿伯被關在裡面 他現在精神可好 頭髮都變黑了 都從白轉黑了 這個回春有沒有 另外還有一個 為投資客大開後 我們藝人公司 買豪宅當宿舍 這也是阿伯的心境 柯昌老師 為什麼要偷臭阿伯 為什麼 小玉琳 為什麼 你把我聚帥的臉龐 那你們拿走了啦 還你 還你 還我要珍藏是不是 我剛剛有問了啦 他這個特別是在 他那個板橋 要在板橋的選區 他放在板橋 可是我覺得很好奇 他不是應該細紙嗎 對 那坦白講了 如果大家沒 你為什麼要戳他的頭 那一夜已經翻過去了 那一夜翻過去了 已經被他關燈了 他現在接著要去關板橋的燈 這個如果大家想要的話 這個在板橋 板橋那邊聽說非常多 他的服務處特別多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還想要的話 也沒關係 這個 他有電子書 我剛剛已經上網去查了 他有很多的電子書 而且這個報告 不是只有這一期 他現在已經出到第五期了 你就知道 你看我多認真 這才一期而已喔 這才一期 所以他有五期 他是出月刊嗎 一個月出一半 就是一個會期 對對對 他怎麼會 他現在出到一支五了啦 就大家有興趣 因為他當立委才半年而已 不是 小玉 我跟你講 這樣那個 司長也是民意代表 我們真的要完成一件事情 要一段時間 這個我講實話 那除非你只要出過聲音 直過尋 開過記者會 那都算你們家的 我們一個月可以出一本 沒有問題啦 那個司行贏贊助我 我一個月出一本給你 你的重點擺在叫我贊助就對了 這就是重點 可是坦白講 你看到他的很多東西都是照片 都是照片比較多 所以他應該是要賣 賣他這個 他那是寫真集 寫真集啦 是是是 帥啦 帥啦 有興趣還有電子版啦 因為我們剛剛是問那個定語委員啦 那周軒你在國會待了這麼久 你有看過 哇 一個會期就出這個金裝版 我會想說就看他在國會了 哈哈哈哈 我會想說就聽他 定語委員在廣播上面 在講話 你們平起平坐好不好 那你有看過嗎 像這樣子 那你有看一下 就是他裡面的內容啊 是你覺得這個時間點 PO出這個東西來 發這個本子他幹嘛 這個我要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最近有一個很重要的 台灣的一個很重大的 節日要到 叫做國慶日 國慶日呢 這一次呢 我們的黃國昌總召呢 他有前兩天有特別宣佈說 民眾黨團八位立委 都會參加這個國慶大典 對 對 然後就有問他啦 你不是整天在罵賴清德總統嗎 然後他的回答是說 哦 這個是國家的盛事 所以我們必須要以國家為重 可是其實呢 請大家回憶一件事情 這是國慶的大典的這個 籌備會的主席是誰 立法院長 他叫韓國瑜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一次他先宣佈說他要帶 八位的民眾黨黨團立委去 參加國慶大典 然後接著呢 他又出了這一本國昌報告 這個叫做什麼 國慶大典就是他民眾黨的登基大典 啊 黃國昌的登基 黃國昌登基大典 哇 這代表說 柯文哲你的時代 要結束了 結束了 真的嗎 他關了柯文哲的燈 國慶日的時候就是我黃國昌 徹底掌握民眾黨的時刻 真的嗎 你是這樣判斷的 我是這樣判斷的 對 而且我跟大家說 黃國昌啊 他以前在台 他以前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特別喜歡背這個書包 上面寫著台灣大 對 台灣大學 我想請教一下各位 這在場應該也有很多 台灣大學批養 你們會把台灣大學的書包 背在身上嗎 不會 人家懷舊 這個你也不高興 我不是說懷舊問題 我是說 人很 就是人會有一個習性 他常常會把他自己人生 最高峰的東西 放在他自己的身上 不斷的炫耀 不斷的炫耀 那他跟柯文哲很合拍啊 對啊 對啊 因為他們兩個也同心做的 我記得吧 對 所以其實他們都很喜歡做這種事情 就是說 他們真的很喜歡去炫耀自己 然後覺得自己 我好像有講過話 然後我有在臉書上寫過 我有罵過 這個就算我的 但其實溫地獄委員就知道 剛剛地獄委員講的 真的是正確的啊 像柯總昭去推動那個舞陽高架延伸 他從提議到環評真的通過 過了八年耶 明天有道具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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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直接問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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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小便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小吵小衝們 好像手上都會有一本黃國昌的國昌報告 它這個內容翻來翻去 看起來每一頁都會有黃國昌的英資 沒錯 其實這個國昌報告 或者國昌報報 改革的路上一起加油 其實充滿了濃濃黃國昌的自戀感 加上偷偷湊柯文哲的痕跡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36頁精裝本每一頁全裁以外 無論是司法法治內政委員會 所有的每一頁的內容 全部都有黃國昌的照片 然後除了黃國昌照片以外 但是卻人家發現 無法找到柯文哲的照片 我認真的去找了找 終於找到了兩張 首先第一張是 柯文哲的背影 他連正面都不願意放 第二張我翻來翻去 怎麼可能是有背影 難道一間正面都沒有嗎 就翻到了最後一頁 柯文哲在那麼多張照片當中 終於出現在右邊小小的一角當中 而且戴著口罩 所以這就顯示出了 現在也算是說黃珊珊等人 還是在瞎挺柯文哲 可是黃國昌其實某種程度 已經跟柯文哲切割了 然後這本書裡面呢 治理行間 非常多偷錯柯文哲的痕跡 包含他卻提到說 內政委員會 他的質詢的結果 的重點 為投資客大開後門 一人公司買豪宅當宿舍 這看來會想到誰 買4300萬上半的柯文哲 想到誰 想到去看一億多豪宅的三沛期 所以 與其說是國昌報告 不如說是偷臭柯文哲加國昌的寫真集